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来看一下每一句相关的操作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操作 如何获取每一句类型下面某一个标签所对应的具体的数值呢 我们之前看到了,如果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类名点这样的一个标签的方式的话 它并不会返回给我的数值 这一点是我们之前讲到过的 那么如何来获取数值 好,获取数值的方式就是在这个标签的后面再加上一个点操作 点操作符,然后加上接上这样一个vnue 好,让我们来打印看一下 好,我们发现通过vnue这样的一个属性 我们是可以访问到green的标签的对应取值2 好,那么既然我们可以通过vnue这个属性获取到这样的一个枚举的词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想想我们能不能获取到这个枚举下面标签的名字呢 好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点内幕属性来获取到这个标签的名字 好,我们看一下 好,看见没有 我们通过点内幕属性是可以得到green这样的一个标签的名字了 好,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细节的知识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了 我们打印的vip.green.name和我们打印vip.green 都可以打印出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值来 我们先看一下 好,一个打印的是green,一个是vip.green 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好,要查找它们区别的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用type看一下它的具体的类型 我们学到的东西都一定要把它给用起来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vip.green.name它的类型是一个支付串对不对 但是vip.green它是一种类型 也就是我们的mvip类型 这个是它们最大的不同 我一再强调点内幕属性得到的它是一个名字 所以说它是一个支付串 它就对应,这个名字对应的,相对应的是我们名字的这样的一个取值 所以说一个是点vip.green,一个是点内幕 但是如果你直接打印vip.green,它表示的是一个美举类型 这几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我们在里面,一个是vip.green,对应的是1234 那么另外一个是名字 名字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标签的名字 然后最后如果通过vip.green的话 它是代表的是美举下面的一个类型 请大家要把这三个的区分开 好,那么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加深一下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vip.green 和vip.green.name的区别的理解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名称来获取到名称所对应的美举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print 然后vip,注意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美举类 然后是一个中括号 然后里面加上我们的美举的名称 然后它将打印出什么结果来 看一下它将打印出这样一个具体的美举类型 vip.green 所以说从这个事例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美举的名称和美举本身 它不是一个东西 通过名称是可以获取到这样一种美举类型的 好,我们把这个给记一下 因为这个知识点的非常重要 很多同时还是搞不清楚 python它们这三个之间的区别 一个叫做美举类型 一个是美举类型 另外一个是美举的名字 好,第三个是美举的值 好,这三个是要有所区别的 好,那么关于这个知识点 我们就讲解完毕了 然后我还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知识点 就是对于一个美举来说 它是可以便利的 好,我们尝试着 我们把它给注释点 我们尝试着用我们的4E循环来便利一下 我们的这样一个美举vip 这样 vip 我们print v看一下 大家不要看这些示例简单 复杂的示例都是从这些简单的示例里面衍生出来的 好,我们看一下 好,这里通过便利 我们可以获取到这个美举下面的每一种的美举类型 yellow,green,black,red都可以获取到 好,那么以上是我们最常用的美举的相关的操作 好,同学们,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上期课再见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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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